平壤,北韓的首都 全國北韓大概是2500萬人口 大約10%有特權階級 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人 才會獲政府批准在這裡住 全國的資源都集中在平壤這裡 所以對於一般的平民百姓來說 如果有雙之年 可以在首都平壤住 是他們畢生的夢想 平壤,全北韓最大的城市 面積有三個香港那麼大 但是人口不夠300萬 綠化用地佔80% 雖有花園城市的美譽 但是花園美麗背後充滿政治色彩 我覺得我之前出席獻花儀式 就太失禮了 所以我覺得我要量身訂造一套西裝 比較粗魯一點 看不看金正日,每次穿這個服裝 戴上黑超,這樣才會駕駛 我會穿這個服裝 可能現在不太時尚 大家覺得我這套服裝如何? 在街上 你不會混流了我是不韓人吧 有可能的,戴眼皮很容易 覺得我是不韓人 聽說這款 就是2015年最熱的服裝 以及最熱的剪刀 這個風格有三顆膏,四個袋 金正恩也是穿這款的 我穿這款一定沒死了 除了服裝之下 我真的感覺到朝鮮人民 對領導人的尊敬 謝謝… 別多說了,走吧 來到平壤 第一個一定要到 和需要到的地方 就是萬壽台大紀念碑廣場 就是在一場 一場為一場 進去前,當然要買花 小的花是15元人民幣 大的是40元 我從來沒有買過花給男人 為什麼我們買兩閘花呢 到時候就一定要我們 包括全體的攝製隊 獻花給金日成和金正恩 我們才可以開始拍攝 brother, 喜歡買東西嗎 保安, 住手, 來, 住手 然後要去買東西 我們可以買東西 好好買東西 哇, 隨便讓人看 在這裡的買東西 naszej它們宣布 也會在這裡做個禮物 在這裡做個禮物 店家的禮物 這裡全部都做到 在它們舊大便 這張小君 在它們上外販 在這裡封鮮的地方 收賣笑容, 莊嚴 收賣笑容, 莊嚴 收賣笑容 全個北韓大大一點 我想有差不多過千個銅像 但這個一定是最大, 最宏偉的銅像 可以了解, 真是的 老天廣場和領導人金日成的銅像 是在他60歲的年落成 而旁邊的兒子金正日的銅像 就在2012年樹立 整個露天廣場面積24萬平方米 不過方圓百里只有這兩個23米高 70噸重的銅像一枝獨秀, 壓立在這裡 兩位領導人, 我知道你為何看著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中國 你一定是想跟中國遊客和中國人民說 你來, 我們北韓人民歡迎你 我明白了 我很感恩, 我今天可以來到 不過, 守衛我的服裝上 有些配合得不太好 我的鞋子, 我臨時無法穿鞋子 所以我穿了她的球鞋子, 不好意思 現在夏天, 熱在冬空 其實我真的不太建議大家 夏天穿西裝來, 比較熱 我看到前面的人穿短袖的襲衫 究竟立國首任領導人金日成 在北韓有多厲害? 除了銅像夠重 這個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金日成廣場也夠大 對, 全北韓最大的廣場 有些類似中國的天安門 很有代表性 很多閱兵的儀式 隆重的活動都會在這裡舉行 1954年落成 世界排名第16大的廣場 佔地七萬五千平方米 廣場周圍有主要的政治機關 人民大學習堂 就像我們的中央圖書館 還可以看到大同江對岸 另一個地標, 主體思想塔 這邊還有朝鮮美術館 和中央歷史博物館 他們今天有一個觀光團 就來到博物館 你好, 我叫Tony 其實也有點害羞 還有某場上的防範 不知道我們是誰 但是他們又非常好奇心 其實他們是對世界 或者對很多外國人 都很有好奇心 只不過可能 不用很接近他們的結束 你好, 我叫Tony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Jim Song Yang Jim Song Yang 我是Roy Gong Roy Gong 我們從香港 你認識香港嗎? 我是Ping Yang 你從Ping Yang 再見… 再見… 我是Ping Yang 努力讀書 我在香港等你 世界很大的 很可愛的小朋友 不是第一次 這麼近距離接觸北韓的小朋友嗎?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難不接觸而已 最初我以為 我們的領隊會制止我們 但是他沒有 這裡感覺上男多女少 我覺得不僅是傳統思想影響 還因為男生 可以提升國家的生產力 和軍事能力 自然比較重男輕女 導遊還告訴我 但是為了鼓勵三P 生三個以上, 不用上班 國家還有補貼 來到首都 雖然導遊換了另外兩個 但依然如此關心我們 不過我們還是決定再大膽一點 20分鐘後… 20分鐘後, 我們會走 還有一些拍攝 對, 到那邊, 到那邊 好, 我們再走過去稍後看看 好 好, 那邊有很多難關心 幸好導遊也體諒我們, 行… 總之盡量你們記住說 我們是朝鮮, 而不是北韓 很難得可以在大街逛逛 雖然我們的導遊或領隊 都在後面跟隨我們 但他們容許我們在街上拍攝 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Post of, 對 這是記信的 跟著北韓旅行團的人都說 很難才有機會在街上走 因為旅遊巴通常是點對點接送 連走多一步也不用 但有幾個部分我們不可以拍攝 就因為他們正在維修道路 他們不讓我們拍攝左右兩邊 正在維修的階段 只拍攝一些比較好處的道路 那就是最好, 因為你最乖 這個算是北韓的大街了 周圍你都會見到很多巴士 公共交通工具 全個平壤或甚至可能全個北韓 最繁忙的街道來的 北韓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國營 沒有市場、沒有競爭 商品直言不用宣傳 在平壤或是整個北韓 其實周圍你都不會見到任何廣告 平時我們去巴士站 就很多廣告 它們就是山水畫 或者是平壤市中心的畫 有的士 我知道價錢就是五毫子起飆 接著每一公里就五毫子美金 這個模特兒是從中國 中國和我們的國家 一起 好的 好的 給旅遊,可以在旅行嗎 有些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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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回到過去的感覺 這個就是他們本土朝鮮製造的電話 它叫做阿里拉 外表和我們平時的密封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貓是憑Angelo的 它說它經常玩《憤怒的鳥》 它說近期在朝鮮很流行 想不到朝鮮人民也挺新潮的 雖然已經過了三、四年 但是…也算更新的 很勉強,我從來沒試過 和人拍照旁邊的那麼勉強 所以總之多有關 只能知道 因為當中絮量在這裡 每次都是去年華 喬面上泰國也很pees而沒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有看臉了 我的臉是非常麻煩 年華人的 要把三G的卡是200美金 200美金, 怎樣?好, 成交 我沒有亂花錢, 公司真的要拍攝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在北韓這裡買了這張卡 就可以跟世界接軌、錢 不失問題 雖然現在可以拿電話進來 但普通的遊客 是不能買到三G的電話卡 只有跟北韓有生意來往 或者住在這裡的外國人 才可以買來上互聯網 50MB的網絡 50MB?這麼少? 7分鐘到香港 7分鐘, 打回香港 這不太好, 試試嗎? 那就試試吧 你的線紙、WhatsApp都出來了 不停地震動我, 用完了 打回香港, 試一試 他應該很空閒 喂? 喂, 翠如 我是熊永成, 你不中學發聲嗎? 被人抓走了 好, 你是不是遲遲不回香港 你是人嗎? 你幫我跟周圍跟人說, 我沒事 你幫我… 北韓的女孩 是不是很漂亮? 給你好一點點 也是… 那你說是開心嗎? 不要回香港 你幫我跟周圍跟人說 我安全, 北韓沒事的 我在平壤, 順利的 我真的有興趣, 沒任何人問起你 再見 在網上世界, 我們認識的北韓 一直流傳著很多神秘的故事 北韓人的衣食住行 甚至他們的潮流、娛樂活動 從頭到腳, 每一樣東西 我都很好奇 看過我這麼多的旅遊節目 大家不知道我指定還是什麼吧 很多人都問我 為什麼每次出去拍旅遊節目 都是剪頭髮 我的答案是 頭髮真的會長, 當然要剪 不過來到朝鮮這裡 我的確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為什麼要剪頭髮 我就是要替大家解謎團 有傳聞說 北韓的人民 每個人都要用金正恩的髮型去剪 不…是錯的 因為是有很多髮型 讓你選擇, 你看 這個很像錢小熊、小熊哥 我覺得這個最特別 你看看這個 你看看這個像誰 像熊永成 怎麼樣?知道嗎? 真的有點像 我這個髮型不是很複雜 因為還是跟著我的樣子做 首先, 先洗頭 荔枝上 好 這裡還有點像喝酒, 吐 我不喜歡這個洗頭方法 整個臉都是水 嘴巴也不是水 外國人來到五元歐羅 包洗剪吹 剃素, 做臉部按摩 連臉也幫我洗了 你看看 事實證明了 不是每個朝鮮的平民 都要跟著金正恩同志的髮型去剪 這些只是謠言 我證實了 因為街邊上 都有超過十幾款不同的髮型 當然了, 金正恩的髮型 他說是現時最流行, 最多人剪 但是不是強迫性 一定要你剪的頭髮 我的髮型這麼神, 你弄我的髮型? 例如開門的, 小心點 這隻我記得 這隻就是朝鮮最有名的春香牌 用人心做的護膚品 我嗎? 這隻很棒 人心忌廉有抗衰度 幫皮膚清除毒素 簡直精華中的精華 喝得多, 吃得多 擺在臉上, 真是第一次 好, 做得 好, 看著芝麻… 不要停, 看著芝麻 爸爸, 我記得不要跟你走 芝麻, 看著芝麻 自從領導人金正恩上一場之後 他就開放了很多娛樂和休閒設施 籃球場一定有 運動場、射擊場 還有這個最新開的 水上樂園 文秀水上樂園 開幕未夠兩年, 全年無休 他們說是平壤人最喜歡的銷鼠勝地 我們這些外國人給二十元歐勞 就可以進來 水上樂園看起來 跟九龍公園差不多大 還分為室內和室外兩個部分 導遊說最多可以同時容納一萬五人 不 我回到香港 跟人說我在平壤去過水上樂園 都沒人相信我, 為什麼沒人相信我 博士華, 為什麼看不到女士穿比堅尼 就當我在這裡找北韓美女 和她們沒穿比堅尼之際 我就… 我看見水上樂園太開心了 很久沒玩過, 太興奮了 滑倒也落樓梯 所以就有這樣的後果 她們都很細心 一看到我有事, 滑倒樓梯 就馬上撲過來 也很照顧我 香港人的娛樂活動 離不開逛街, 看電影, 吃飯 導遊說她們都喜歡看電影 幾乎每個市場都是自己的戲院 這裡就是全平壤最大的電視城 這個影城在40年代 已經開始用來拍攝 佔地超過100萬平方米 不知道她們的大結局的時候 你以後會喜歡韓式燒烤嗎? 有很多條街, 規模也不小 不過這些布置、細緻的東西 也沒有反正做得那麼好 這裡每年開廣二十部電視 題材通常都是抗戰片 中間當然會加一些愛情故事 兄弟、反目的故事 已故領導人金正日 生前是一個電影的Dye Heart粉絲 傳聞他私人珍藏超過三萬部電影 還曾經說過夢想是做電影的導演 看他這麼喜歡帶著一副超級造型 如果向影壇發展 可能成為黃大盜的另一位 對, 真是一副超過三萬部電影 北韓的外來資訊比較少 所以國家製作的電影很受歡迎 用來宣傳民族的思想都夠方便 這條就是朝鮮人民其中一個最真正的民族 日本, 日本街 其實朝鮮半島也曾經被日本統治過 經過一場宣傳之後就獨立了出來 所以其實朝鮮人特別憎恨日本人 我相信在電影中 這裡會有很多日本軍人寫在這裡 一定會 其實朝鮮人很多地方都不太喜歡 又不喜歡美國, 又不喜歡日本 又不喜歡南韓, 很多地方都不喜歡 我知道了, 只要朝鮮不喜歡的國家 就整條街出來 在電影中殺光他們的人 而是心頭之痕 也算是一種心靈的偽藉 北韓的電影 我相信沒有香港演員試過了吧 可能我市場, 這裡可以 有女的交通督導員 不過聽說這個交通督導員的位置 是非常難做的 如果做到, 會有非常高的榮譽 這位女士通常都要漂亮 不過不可以太漂亮 因為太漂亮的時候 駕駛車可能… 不太好, 也不太好, 對吧 這樣反而會影響交通 為什麼有些督導員在這裡 有紅綠燈的 我知道了, 可能他怕這裡隨時停電 隨時停電, 交通燈沒有電 那就要靠督導員去指揮交通 平壤擁有最深的地鐵 最大的球場 最激烈的主題樂園 明天再拿遙遠的地方 讓他們跟你… 共利點 有傳聞說 當你坐列車的時候 你全看到的都是演員 因為他們會展示一些很幸福的項目 給你看